自从聚俊叶解除隔离之后 大家都希望能够见到夫妇合体公开出现 但由于大S不想再被媒体过度打扰 因此4月14日 聚俊叶夫妇在一人江洪恩弟弟江振成所创立的 米其林二星餐厅Roy Young餐也只被拍到两人的背影 正当大家纷纷揣测核实 才能够再度见到聚俊叶夫妇共同公开露面 不料大S的美女经纪人 于5月5日的社群网路贴出了经纪人与大S在米其林一星餐厅 牡丹天妇罗聚餐的合照 经纪人在社群网路贴文 竟然只餐了口红就跟我出门吃饭 徐希元你这逆龄少女像话吗 另一张照片则贴文 大S你到底要多逼人 根本倒着掌 简直是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以后要改口叫你班杰明 哪有人这样越回越回去 根本少女 从照片上 可以发现大S身上也增加了新的刺青 细心的媒体记者发现 大S胸口刺了一个英文字母K 媒体记者又说 大S也刺了一个戒指纹身 但从照片上似乎还无法确认 至于大S锁骨上的刺青 由于字体实在太小 有人说是 与剧军业一样的 Remember Together Forever 也有记者说是 只有刺上Together Forever 是代表夫妻俩都很喜欢的 Rick Astley歌手 在2001年发表的歌曲Together Forever 大S看起来真像是沉醉在爱情中的少女一般 幸福值 简直报表 也显现出大S美女经纪人廖小姐的好交情 小S这边可也没闲着呢 竟然在社交媒体公布要与S妈主持podcast的节目 老娘我是小S 我记得当时跟大S说 我想要跟我妈开个节目 讲我妈精彩的人生故事 结果大S说 千万不可以 如果妈妈被网友攻击怎么办 我说 可是节目名称都想好了耶 这叫老娘的老娘 结果大S一听完就说 那好吧 因为这个名字太酷了 各位不要看S妈现在慈眉善目 其实小时候 她光用眼神 就能让我们三姐妹发抖 总之 老娘老娘 5月8号要上线了 快下载 Sound on 跟My Music 给老娘听就对了 快下载 Sound on 你们会解析哦 各位是不是很期待 S妈与小S合体的数位广播节目呢 据说内容尺度无限制 5月6日就能够试听 5月8日正式上架播出 只要下载Sound on app就可以收听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 新朋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大家的支持 哇 哇 niños OK